主日平安,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来到诗篇的第24篇 诗篇的24篇,大卫的诗,我们要学习的是耶和华的圣索 耶和华的圣索,诗篇24篇,从第一节开始 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处在期间的都属耶和华 他把地建立在海上,安定在大水之上 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索 就是首节先轻,不像虚妄启示,不怀诡诈的人 他必蒙耶和华赐福,又蒙救他的神使他成立 这是寻求耶和华的族类,是寻求里面的雅各 众臣们啊,你们要抬起头来 永久的门户,你们要被举起 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 荣耀的王是谁呢?就是有力有能的耶和华 在战场上有能的耶和华 众臣们啊,你们要抬起头来 永久的门户,你们要把头抬起 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 荣耀的王是谁呢? 万君之耶和华 他是荣耀的王 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 我们一起来祷告 慈悲烈灭的天父 您是那万全能的万君之耶和华 确实的全能全知全在 我们所信靠脱靠的 是那天上地上独一的真神 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 我们要感谢您 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神 不只是天上地上独一的真神 祂也是爱我们在天上的父 充满着恩典怜悯 慈爱 爱着我们 怜悯着我们 恩待着我们 赐给我们祖父天的平安 赐给我们更加丰盛的生命 赐给了我们永生 在我们不配的时候 赦免了我们的罪 通过耶稣基督的宝 学习进我们所有一切的真意 在现在我们在学习内的话语的时候 洁净我们 平静我们的心 让我们的心来默想 神 耶和华神 万君之耶和华的伟大 然后在默想之下 我们能够信靠这位神 是莫大的一个特权 我们也要为那些还在门外的 还没信主的朋友们 或许你听到看到这个视频 求神也打动你的心 来归向他 为我们每一位都更加的接近你 信靠你 栖息来到你面前 在你眉博 赞美你 崇拜你 荣耀你 跟随你 直到永远 与我们同在 圣灵也求你来带领 来教导 让我们学习 当中要我们学习的 属灵功课 坚强我们每一个人的信心 让我们每一个的脚踪 都是跟随着耶稣的脚步 与我们同在 这一切祷告 祈求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诗篇二十四 刚才我说的 就是耶和华的圣索 而这个诗篇的背景呢 诗篇的背景在 沙默记下 我们来看沙默记下 沙默记下的第五章 沙默记下的第六章 就是大卫将约会 带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 那个时候 发生了事 这个为诗篇二十四的背景 我为大家来念 沙默记下的第六章 大卫用具体以色列中 所有挑选的人三万 大卫起身 率领跟随他的众人前往 要从巴拉犹大将 要从巴拉犹大将神的约会运来 这约会就是作为在 二级路博上 万君之约和流明的约会 他们将神的约会从港上 亚比拿大的家里抬出来 放在新车上 亚比拿大的两个儿子 乌萨和亚西约赶着新车 他们将神约会从港上 亚比拿大的家里抬出来的时候 亚西约在归情行中 大卫和以色列群将在耶和华面前 用松木制造各样的乐器和琴色 古伯罗作乐跳舞 到了拿根的河场 因为牛师前提 乌萨就伸手扶住神的约会 神耶和华向乌萨发怒 因着错误击杀他 他就死在神的约会旁 大卫因耶和华击杀乌萨 心理筹犯就称了地方为比列斯乌萨 直到尽职 那日大卫惧怕耶和华说 耶和华的约会 真可运到我这里来 于是大卫不肯将 耶和华的约会 进入大卫的城 去运到加特人 额别以东的家中 耶和华的约会在 加特人额别以东 家中三个月 耶和华赐给额别以东 和他的全家 有人告诉大卫王说 耶和华因为约会赐福 给额别以东的家 没钱属他的 大卫就去欢欢喜喜 将神的约会 从额别以东的家 中台到大卫的城里 台耶和华约会的人 走了六步 大卫就献牛与羊 肥羊为己 大卫穿着细麻衣 在以福德 在耶和华面前 激励跳舞 这样大卫和 以色列的全家 都欢呼 出一脚 将耶和华的约会 抬上来 约会的约会 进了大卫城的时候 扫罗的女儿 米甲从窗户 观看 请大卫王 在耶和华面前 踊跃跳舞 行李就侵蚀 众人将耶和华约会 请进去 安放在所预备的地方 就是大卫 所搭着帐篷里 大卫在耶和华面前 献番祭和和平祭 大卫 献完了番祭和和平祭 就奉万军至耶和华的名 给名祝福 并且分给以色列的众人 无论男女 每人一个饼 一块肉 一个葡萄饼 各人就各回各家去了 神祝福也祝福他自己的话语 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 就是大卫将神的约会 带回到大卫的城 来带回到耶路撒冷 来带回到耶路撒冷 而在这一切当中 他也解释到 他也认识到神的何等的伟大 何等的圣洁 我们也看到了 神如何的击杀乌撒 所以在这里十十别二十四呢 他第一个感叹就是认识到 这是一个万全能的一个神 创造一切的一个神 所以他所地和其中所充满的 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 耶和华神 创造一切 拥有一切 创造一切 并拥有一切 掌管一切 掌权的一切 不管我世界发生的任何事情 世界当中 一切的东西 都是属在耶和华的手中 而且我们也认识到 从乌桑的经历 他是一个完全圣洁的一个神 他不需要人来帮助 他不需要无惠人的手 所以他是完全圣洁的 当然我们也知道 约会 约会分不大 我们不会把神放在约会里面 你不可能的 因为神不被约会 不被任何东西所限制 他也不被帐幕所限制 甚至不被我们教会 教堂所有的圣所所限制 他是无所不能 无所不知 无所不在 万全这个神 我们怎么能够 把他放在一个地方里面 完全不能够 但是约会代表着什么 约会代表着以色列 他以色列的同在 是一个代表性的一个同在 代表性的一个同在 他与他们的同在 所以在大卫把这个约会 排回到耶路撒冷 排回到大卫的城的时候 他结识到 他认识到 这个是一个圣洁的神 伟大的一个神 而且他要 不是任何的人 都可以接近这个神的一个圣所 不是每一个人 都能接近神的圣所 是哪一些人能够呢 所以从第二节到第九节 我们将看到两组人 在等两组人 而他问题是 对不起 是第三到第九节 他问的问题是 谁能登耶和华的山 谁能站在他的圣所 谁呢 是你是我 是谁能够站在耶和华的圣所 要站在耶和华的圣所 首先不要认识他 首先不要认识他 而从第一第二节 我们就已经认识到他的一个部分 一个片面 不是一个前面 而只是一个片面 因为这里告诉我们 刚才我们读过的 地和其中处充满的世界和族在期间 都属耶和华 他把地建立在海上 安定在大水之上 所以这里告诉我们 他是创造一切的这个神 他是创造了这一切的一个神 但是呢 他创造一切 他创造这个地在大水之上 而在地有一个所谓的耶和华的山 所以呢 站立在他的圣所 在这个地方呢 代表着什么呢 他虽然创造一切 但他要与我们接近 他要与我们接近 而这事必须靠着耶和华 打开这个门 让我们来接近他 否则我们不能靠着我们自己的公义 自己的能力 自己的圣洁 我们完全没有这样的一个能力 这样的一个圣洁 来接近他 因为文记者在这里告诉我们 他是创造者 他是拥有一切的 他是全能的 他是圣洁的 他必须打开这个门 让我们 要让我们与他同在 就好像在伊甸园的时候 在伊甸园的时候 他创造了伊甸园 法人安置在那里 他就在那里 与人来沟通 来团契 第三章 与人来沟通 第三章 耶和华第八节 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 那人的妻子听见神的声音 就藏在园里的树中躲避 耶和华神的面 耶和华神呼吁那人 对他说 你在哪里 他必须打开这个门 他必须来呼唤我们 叫我们 让我们 打开这个门 让我们能够到他那里去 所以他必须亲自的来 打开门 来赐福他的百姓 来拯救他们 而这些守节兴器的人 就必须是蒙神所拯救的 就是蒙神所拯救 才让他们诚意的 从第四节我们看 第四 第四节 在这里告诉我们 谁能东 耶和华的山呢 第三节所问的 答案呢在第四节 首节先请 不像虚妄其事 不怀诡诈的人 必蒙耶和华赐福 用蒙救他的神 使他成立 救他的神 救他的神 这里我们要注意 是救他的神 这是用蒙神所救赎的那一位 才能够到耶和华的圣所 才能够到耶和华的山 所以这个福气 是神所赐给的 是神所赐给的 是神必须打开这个恩典的门 这个救恩的这个门 我们来看彼得 彼得后书 第三章 第九节 主说应时来善为成就 主人以为他是单念 其实不是单念 是宽容你们 不愿有一人沉沦 乃愿人人悔改 不愿一人沉沦 乃愿人人悔改 救他的 他要拯救 意愿性的旨意 这个就是神意愿性的一个旨意 他需要 他意愿要拯救世界的人 让他们能够站立在他的圣上 在他的圣所当中 在他的圣所当中 而这一切他所拯救的 他将赐福给他们 所以弟兄姐妹们 为基督徒 我们不要说神能记得 我们拯救 我们就忘了我们 我们的地上 还是这样过着 这样的一个旨意 不是的 他要赐福我们 神要赐福我们 这个我们要记得 我们要去记得 不管我们身遭遇任何事情 在高潮 在低谷 行走在死亡的忧谷当中 我们要记得 死亡的忧谷当中 我们要记得 神是要赐福我们的 祂是赐给我们一切丰盛 一些丰盛福气的这个神 丰盛的神明 更加丰盛的神明 祂要给我们福气 这个是我们要认识祂的 这个是我们要认识祂的 因为祂是一个爱我们的神 祂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着我们的好 也为着祂的荣耀 从亚当到今天 神祂祝福祂自己的子民 我们来看两个例子 从世纪的第十二章 所以亚伯拉罕 从世纪第十二章 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 你要离开本地 本族 本父家 祝我 要指示你的地方去 我必叫你成为大伯 我必赐福你 叫你的名为大 你也要教别人得福 这里 你要做什么呢 要赐福给他 对一个人 也对一群人 不只是一个人 单独性的 也是群体性的 我们来看 生命节的第七章 神明节的第十三节 他必爱你 赐福于你 使你人数争夺 也必在你 他向你列祖提示 应试给你的地上 赐福给你 身所生的 地所产的 并你的五股 鲜酒和油 以及牛肚 羊羔 你必蒙福 圣物万民 你们的男女 也必没有不能生养的 牲畜也没有不能生意的 神不只是要祝福 特体 他个人性的一个祝福 赐给个人性的一个祝福 他也赐给全体性的一个祝福 神要祝福他的百姓 神要祝福他的百姓 我们都是蒙耶和黄所祝福的 我们都是蒙耶和黄所拯救的 要能够来到他的圣山 来到他的圣所 就是他赐福 他拯救成义的那一群人 神伸手搭救的那一群人 伸手搭救 拯救的那一群人 我们来读 使徒行传 第四章 除他以外 第十二节 除他以外 别无拯救 因为在天下人间 没有赐下别的名 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靠着耶和黄民 我们将能够得救 来靠着耶和黄的名 我们将能够得救 最后 我们将下 来念 第五 总新闻 十六章三十节 也是在《使徒经传》 又领他们出来说 二位先生 我当怎样行 才可以得救 他们说 当信主耶稣 你和你的一家 必得救 信主耶稣 必得救 神拯救他的子民 所以那些能够能够到 主的圣神 在他的圣所当中的 都是他赐福 他拯救 他诚意的 让他们诚意的 以撒书 我们看以撒书的五十九章 第十七节 他以公义为台阳 以拯救为头盔 以报处为衣服 以热心为外法 这就是他诗心的拯救 从第十六节当中 大家可以看得到 在第六十一章 第十节 我们看到什么呢 我与耶和华大大欢喜 我心靠神快乐 因他以拯救为衣 给我穿上 以公义为袍 给我戴上 我向新郎戴上花冠 又向新妇 佩戴装饰 为公义为袍 给我披上 披上了衣袍 就好像四和二十四位长老一样 在那天上 穿上了主耶稣基督赐给的衣袍 就是主洁净了我们这群的罪人 所以在这一切当中 当大卫把军贵 他会回到以色列 他会回到 他会到 他会到 英撒冷圣城的时候 他会到大卫的城的时候 再等他 谁能 谁能 谁能站立在那个圣所 谁能来登 耶和华的山 这里他也认识到 就是神所拯救 所赐福 所称义 所洁净的一群人 因着他的洁净 他们能够守洁心情 因着他的洁净 他能够守洁心情 这不可能是靠着我们 世人都犯了罪 亏损了神的荣耀 而罪的工匠就是死 我们是必须通过 耶稣基督的宝血 来洗净我们 所有一切的罪物 我为大家来念 《约翰》的书 第一章 第七节 我们若在光明中行 如同神在光明中 就彼此相交 他的儿子的耶稣的血 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 天洗净我们一切的罪 但是我们有了这么大的一个恩典 这样大一个怜悯 这样大的一个祝福 我们成为真正得救的人 我们岂可过着一个失望启示 怀着鬼扎的生命吗 肯定不能 肯定不是希望 因为我们知道这一切的希望都是空 我们不犯罪的罪神 因为我们不可怀着这一切来得罪神 因为什么呢 因为神如此恩典地拯救了我们 恩典地拯救了我们 所以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 让我们守洁心心 不是靠着自己的能力 我们能够不希望启示 不怀鬼承 乃是因着耶和华的赐福 他的聚恩 他的诚意 让我们能够通过耶稣基督保血 守洁心心 也借此因为转化我们这样的一个生命 我们不必不希望启示 不怀鬼扎 转化了我们的心 脱去旧人 穿上了新人 再一次提醒大家 不是靠着自己的能力 不是靠着自己的能力 脱去 不是 乃是神的能力 来帮助我们 披上了一炮 披上了一炮 这一群人就是神 这是寻求神的一群人 就是在穷外能够进入到神的圣上的一群人 能够到神的圣索的一群人 神要祝福 神要拯救 神要使他们成立 所以今天在我们看这几节经文的时候 那些还没信住的朋友们 要是你听到这里的时候 你要想 就好像他们说 我要怎么能够得救呢 我要怎么能够得到神的赐福 我要怎么能够得到神的祝福呢 这里告诉我们 靠着耶稣基督 靠着耶稣基督 信他将得到永生 神来使人甚至将他的独孙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靠他的不治灭王 反得永生 信靠着耶稣 必能得救 就好像刚才我们说 天上地上 唯一能够拯救我们的 就是耶和华 就是耶稣的这个名字 耶稣的名字 使徒新传第四章第十二节 使徒新传第十六章三十节 和第三十一节 还没信住的朋友们 事不宜迟 事不宜迟 现在就来信他 提醒来相信他 在你心中祷告说 主耶稣拯救我 天父通过耶稣的宝血洗净我的罪 让我成为神灵的子民 神灵的子民 不是靠着自己的能力 而是靠着耶稣基督 我是一个罪人 我需要拯救 耶稣来救我吧 就好像在十字架上的那个强调 主啊 你到你的天国的时候 想祭祝我 今天你将与我到乐园去 不需要工作 不是说你说了这句话 之后需要耕耘十年 做十年这个 做十年 二十年那个 不需要 今天你将与我到乐园去 我们就与主同在 我们也在生命当中 借着圣灵充满着我们 转变我们 改化着我们 我们就能够来到耶和华的圣所 来到他的圣上 所以再次的 弟兄姐妹们 感谢主 我们有再来一个福气 再来一个救恩 那些没有信主的朋友们 希望你们也能够如此的来寻求神 他在门外等候 启示录第三章 启示录第三章 第二十节 看来我站在门外扣门 若你听见我 神灵就打开门的 我叫进到他那里去 我与他 他与我一同作息 要是你听到耶稣的呼声 你听到神在呼 呼叫什么 不要拒绝 不要安全 我们也要认识到 求神赐给你信心 来接受主耶稣基督 为你 第七到第九节 众臣们 你们要抬起头来 永久的门户 你们要被拒起 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 荣耀的王是谁呢 就是有力有能的耶和华 在战场上有能的耶和华 众臣们 你要抬起头来 永久的门户 你们要抬起 把头抬起 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 我们要抬起头 荣耀的王要进来 我们得救之后 为一个丰盛的生命 也是一个得胜的一个生命 我们不要过着一个失半失忆的一个生命 也是一个得胜的生命 荣耀神的生命 抬起头来 抬起头来 丰盛的生命 神祝福我们 我们有这个抬起头的一个生命 抬起头来 不要伤悲 不要忧愁 我们要抬起头来 因为我们知道 祂为我们预备了一个美好的一个地方 祂为我们预备了一个美好的地方 那个地方在祂 有祂永远的一个同在 要抬起头来 你们永久的门户 要被举起 祂要领我们到祂 为我们所预备的这个长寿 在约翰福音的第十四章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你们信神也当信我 在我父家里有许多住处 若是没有 就早已告诉你们了 我去原生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去 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 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 我在哪里 教你们也在哪里 因一段经文在启示录 二十一章 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 因为先前的天已经过去了 还也不再有了 我又看见圣诚新耶路撒冷从 由神那里从天的墙 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 等候丈夫 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珠出来说 看啊神的障礙在人间 祂要与人同住 他们要做神 祂的子民 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 做他们的神 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 不再有死亡 你不再有哀悲哀 呼号疼痛 因为之前的事都已经过去了 多么美丽的一个地方 这是我们的盼望 这是我们的盼望 所以抬起头来 抬起头来 我们要进入新耶路撒冷 我们要进入到神的圣所当中 不在地图 而是抬头举望 举望耶和华 万君之耶和华 得胜之耶和华 举起来喜乐欢呼 因为我们的主住在我们圣所之内 祂已经得胜了 我们以为得胜的一群人 与祂同在 抬起头来 弟兄姐妹们 抬起头来 不管生命遭遇了事 当然在这段期间 我们教会也遭遇到 神赐给我们 特权的一个挑战 属灵的挑战 不过在这一切当中 神的恩典 给我们用 我们要记得 抬起头来 赞美歌颂 荣耀主 这一切 一切事情都 都在主的掌权当中 我们继续要来 纪念祂 荣耀祂 认识到祂所行的一切 都是美好 完美的一个旨意 抬起头来 你们要被 举起 那荣耀的神要进来 要被举起 荣耀的神要进来 而且我们是永久的门户 这个得救不是一个一世间的 不是一个刹那间 一短暂时间的 而是永恒的一个 永恒的 我们是永久神家中的门户 神家中的人就不可能被抬出去 我们是祂永久的家 永久的家 我们在地上 地上的家不是永久的 我们地上漂浮不定的居所 为了什么呢 我们来看 西伯拉书 就好像 亚伯拉罕一样 好像亚伯拉罕一样 因为我们什么呢 我们住在藏旁 就好像亚伯拉罕因着信 第八节 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 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 出去的时候 还不知往哪里去 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周克 好像在异地居住战场 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一撒亚 因为他总共有根基的成 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因着信 连萨拉自己 说过了生意的岁数还能怀疑 因他以为那应许她的是可 可信的 所以 从一个仿佛一死的人 就生出子孙 如同天顺的信念众多 还变得伤来无数 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 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 去从远处望见 并且欢喜一间 承认自己是 世上的克力 是继续的 说这样话 就表明自己要寻找一个家乡 他们都想念所离开的家乡 还可以回去的机会 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 就是天上的 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为止 因为他已经为他们预备了一座城 神为我们预备了一座城 我们在那个地方 在那个地方将会是永久的门户 永久的门户 我们将回到那一个家去 我们将回到那一个家去 我们在地上现在的家 在地上七八九十年度住的地方 我们要记得地上 我们不过是刻意去进去的 我们要回家 很快的我们倒回家 我们的家就在天上 我们的家就在天上 这个家是一个归宿 是一个休息 是给我们安全的一个地方 就是给我们永远与主同在的一个地方 我也为大家来念两段新闻 西伯老书 能得到永久的恩西的一个地方 西伯老书的第四章 第九章 这样看来必有另一个恩西 至的恩西为神的子民存在 因为这个恩西就写了自己的功 正如写主 神写了他的功一样 所以务必接力进入了恩西 免得有人 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 有一个恩西 地上的恩西日 或是预表着将来天上的恩西 永恒的恩西 永远的祝福 在那个地方 在那个地方 我们得到永远的一个休息 我们得到永远的一个休息 所以马太夫可以告诉我们 凡老苦重担的人 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就是你们得安息 我心里如何谦卑 你们当负我的恶 学我的样式 将你们心里得 必得想安息 因为的恶是容易的 我的担子是心神的 马太夫人 我们投赛 我们借着他也得到荣耀 这个荣耀的王就是有利的耶和华 战场上有能的一个耶和华 耶和华首约的那个名字 他记得他对亚伯拉罕 以撒亚哥所立的约 对我们所立的这个约定 他永远都不会忘记 他就是这位耶和华 而他是荣耀的君王 但是荣耀不给重担的人 一切荣耀都必归给他 那这个他不仅是如此呢 海写头为什么呢 他荣耀 他有大有能力 他在战场上有能 他已经得胜了 战胜了什么呢 战胜了死 战胜了死 战胜了一切 也战胜了一切 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 我们不是都要睡觉 乃是都要改变 就在一上识 打眼之间 后童莫次吹响的时候 因后童要想 此人要复活 成为不死坏的 我们也要改变 这必死坏的 总要变成不死坏的 这必死的 总要变成不死的 这必死的 即变成了不死坏的 这必死的 即变为不死的 那是经上所记 死被得胜吞变的话 就定验了 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 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 死的毒钩就是罪 罪的权势就是律法 感谢神 使我们接受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得胜 得胜了 得胜了 弟兄姐妹们得胜了 抬起头来 抬起头来 得胜了 他战胜了什么 战胜了魔鬼 战胜了死亡 死亡再也没有度过 刚才我与大家分享 教会这一周当中 所经历的 死亡有战胜吗 没有 因为我们有自在的盼望 我们的弟兄 我们的姐妹 他们不过是睡了 他们不过是睡了 有一天 主归的时候 他们现在灵魂与主同在 有一天他们身体灵魂将会联合起来 得胜了 得胜了 不是借着我们 乃是借着主耶稣基督 我们能够抬起头来 在这一切通道中 抬起头来告诉我们 我们信靠正式的崇拜的 就是这位荣耀的君王 得胜的君王 荣耀赞美神 因为他得胜 我们也得胜 弟兄姐妹们 有没有如此的生命吗 弟兄姐妹们 有如此的生命吗 我们抬起头来仰望主 因为仰望主 因为总会有主 是值得我们崇拜 赞美 赞美的 我们来盼望 我们有盼望我们永恒在天家的居所吗 还是我们在眼目在地上 一直照顾着地上的一切 我们有抬起头 看着天家 盼望着天家吗 我们的生命当中 也记得这位是一个荣耀的君王 我们有在我们地上的生命当中 要荣耀他吗 我们也是否也借着主耶稣基督赐给了能力 赐给了我们的全副军团 而战胜的罪 自我和撒凡 就好像他得胜了一样吗 所以当然我们看这一集节 今晚的时候 进到城 我们在城里 我们要过的就是一个得胜的一个生命 得胜的一个生命 弟兄姐妹们 为基督徒 我们都是得胜的一个生命 第一到第十节 来为总结 告诉我们荣耀的君王 万君之耶和华 就是我们的神 地和其中所充满的地和 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 荣耀的王是谁呢 万君之耶和华 他是荣耀的王 我们认识他吗 他的创造让我们认识他 他的圣洁公义 让大卫就好像让我们一样 也畏惧他认识他 我们都是罪人 需要他的一个拯救 我们在认识他之后 我们有荣耀他吗 记得抬起头来 来荣耀他 仰望着他 我们的生命来荣耀着他 从为得救到得救 看着圣传到圣传当中 住在城内当中 这一切都是 靠着谁呢 靠着荣耀的军王 靠着万君之耶和华 他为我们打了一个 美丽的圣传 美丽的圣传 弟兄姐妹们 耶稣为我们打了一场 美丽的圣传 他战胜了死亡 战胜了死亡的罪 战胜了这一切 他赐给了我们永生 我们要获得一个 得顺的一个生活 所以弟兄姐妹们 虽然我们现在 也许我们处在一个 不好的局势当中 世人看来是一个 不好的局势 但是我们记得 神依旧是那位 爱我们的神 他依旧是那位 已经得胜 坐在父神右边的 那一位神 在这一切当中 我们继续地来荣耀他 继续地来赞美他 继续地来崇拜他 我们在生命当中 继续地来抬起头来 过去一个得胜的生活 因为不是自己的能力 因为他是万全能生 已经战胜了一切 也再次和那些 美静信主的朋友们 来分享 你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 抬起头的一个生活 盼望着天下与主同在的一个生活 也来信靠他 因为今天这个诗篇 耶和王的圣索 教导我们 激励我们 坚强我们 安慰我们 神啊 您是那得胜荣耀的君王 让我们充满你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时候 我们要感谢你 赐给了我们这个诗篇 让我们违信靠您的 也认识到我们 过着一个得胜的一个生命 抬起头的一个生命 永恒得胜的一个生命 感谢神 今天见了一个教导 继续地与您的子妹们同战 好的 我们在各样的遭遇 境遇当中 继续地来荣耀我们的神 您是那得胜的君王 让我们也过着有得胜的君子 祷告祈求 那是一种成功的 我们也认为 谢谢大家